如果一旦涉及战争 赖清德一定不会去上战场 他的儿子也不可能去上战场 上战场的只有老百姓的儿子 陆老先生早就说过了 台湾的选举是地方性选举 这就像已经分家的儿子 谁要当小家里的掌柜的 这是他们的家事 他们自己决定 但是当上这个一家之主以后 他要把干爹当亲爹 这肯定是不行的 只要你头脑清醒 知道谁是亲爹 这啥事都可以好商量 所有事都可以谈 都可以让步 因为再怎么说 都是让给自己家里人 亲爹疼儿子 怎么疼他旁人都说不了什么 所以我想告诉台湾的同胞们 你们要时刻清醒一点 千万不要被赖清德之流带偏了 欣美是他的个人行为 他的个人行为 凭什么让老百姓来买单呢 如果一旦涉及战争 赖清德一定不会去上战场 他的儿子也不可能去上战场 上战场的只有老百姓的儿子 走上战场的是谁 可能就是镜头前您的儿子 也可能是刚出社会镜头前的您 亦或是刚步入婚姻殿堂的你 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 你难道想白法人送黑法人吗 你难道想让熬熬 逮捕的孩子失去亲爹吗 还有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 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大千世界很多新鲜的时候 等了你去探索 难道你就甘愿为了赖清德 治理的政治错误 把自己的生命搭上吗 所以各位台湾同胞 大家一定要清醒一点 还有美国是狼子野心 他们在登陆美国的时候 美国的原住民是他们吗 不是的 是印第安人 但还记得吗 你们妄想美国给你们疼爱吗 不可能的事 他们的目的非常的明确 就是想拿你们来做要挟 制衡我们的发展 如果你们对他们来说 一旦失去价值 那么派上去的第一批赶死队 毫无疑问 一定是你们 道理很简单 因为他们不是亲爹 他们不会心疼 韩永浩 你们不要把他们想的 有多么的强大 今天的我们 已经不是一百多年前的我们了 小米加步枪的年代 都没怕过他们 今天就更不用说了 咱不说别的 就单单说现役军人的人数 我们现役军人的人数是两百万 如果把预备一加上的话 那就是五千万 那除了五千万之外 我们还有13亿五千万的 中华人女当靠产 任何人妄想了 欺负我们的同胞 侵犯我们的领土 我们14亿人绝不答应 你们不妨呼吁一帮人 来大陆看一下 你们的媒体和教科书 被人恶意的抹黑 祖国绝不是他们描述的那样 还有你们的爷爷 或者是你们的父亲 他们如果健在的话 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希望 自己百年以后埋在家乡 你们时时刻刻都不要忘记 我们才是一家人 我们很信价 我好 也想说 我们就会